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無聊生活紀錄的人的頻道 今次想和大家分享如何用Google Map 去看清楚考試路線 之前也提過大家可以去線用和運用Google Map 我現在分享這段路 就是考科興港島區的其中一段路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我們現在會向前 在一個三角路牌的路口 就會向左邊一直走 大家要考慮一下 如果出路口位時 有什麼需要注意 出路口位時 就會靠左邊一直走 大家看到我不斷用箭咀 一直向前按 這段路有什麼需要注意 例如這裡有很多死車 大家要留意一下 如果對面有死車 你過來時佔用你的線 需要怎樣做 還有看看附近有什麼需要注意 或者地面上的線是怎樣做 大家看到我這條線 圈著一下 就是巴士站 代表什麼呢 就是有機會隨時巴士上落 還有走前一點 看到前面有個停車場 上面也有寫明 請勿停車 自己考試的時候 就要自己小心點 不要停在那些位上 我們現在看到前面也有一個出入口的位 那個位的時候自己會不會停下去 這個也是要判斷一下 我們一直沿路一直沿路 一直沿路一直沿路 看到有雙虛線 代表這個也是一個路口 可以向左或向右 可以向左或向右 我們學車就是向右邊轉過去 大家要小心 這個位置可以 有時同時有兩架車在這個路口 同時一個轉左轉右 如果我們轉的時候 就要看清楚 對面和接下來的車 是夠不夠時間給我們過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記住我們不可以摘這個黃色格子 我們在夠位的情況下 我們才會直接向前面轉右 記住我們的車輪 是不可以摘到那些型頭的線 例如我們現在準備要轉右邊的彎 那條白色長白線 除了看地線不要摘到線 可以看左邊 其實很多路口位 是被行人隨時過馬路的 這件事我們也要注意 我們駕駛車不是只看地線 也要去看其他左右兩邊 人們會不會衝出來 以及車輪會不會隨時切入我們自己的線 這是我們學車的時候 剛剛沒有留意到這麼多東西 所以我們就要藉著這個Google Map 去看清楚地面有什麼需要注意 還有師傅也未必會一一告訴你 所以我們會用Google Map去看看 附近有什麼需要注意 不斷用Google Map去記住 以及回憶當時我們在練車需要注意的東西 好像現在這條線 我們原本是單線 現在準備拆了雙線 拆了雙線 在練車時 其實很少會留意地面有什麼標示 所以我們不斷練習的時候 就是 阿sir當時會叫我們走這條路 是否靠左邊的線 一直沿著回去 假設左邊現在有死車的時候 究竟我們可不可以在右邊的線 一直一直直走 然後到右適當的位置 就要立即回到左邊的線 所以這些全部都是我們需要注意的東西 假設剛才左邊的時候 一直都有死車 或者我們不能回到左邊的線 我們現在走右邊的直去的線 假設我們現在走這條線 是跟電車路是重疊的 那你又會怎樣處理呢? 前面有架電車在你前面 那你是慢慢跟著它走 還是你就是 直到左邊的線已經沒有車 那你就可以直接回到左邊的線 那如果你斷斷的時候 剛好前面又有一個巴士站 又有巴士在那時候 你又會怎樣處理呢? 所以這些就是我們可以去 不斷想一下 那些情景發生的時候 是怎樣處理的 那我們現在也是一直繼續直行 那我們直行的時候 有看到有王格仔 王格仔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記住 不要摘到那些王格仔 那我們在正常唱通無左的底下 我們在左邊一直一直直行 那我們現在直行 看到有兩個都是同時轉左邊的箭嘴 如果看到左邊的箭嘴 正常來說 左和右邊的線 都是向左的情況下 就沒有問題 那我們在這個情況下 你們應該那時候 會叫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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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靠著 左邊路口的右邊的線 我現在 箭嘴指一指這個位 會跟你說 你靠著這條線 一直沿著 就是沿著 就是沿著 轉左邊的 都OK 沒有問題 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左邊線 長時間 都會有死車的情況 在這裡 如果有死車的情況下 他寧願提早 用右邊的線 一直沿著 轉左的進去 在我們這樣轉進去 你就要小心 最右邊的線 即是私家車 我指一指給你們看的 好像字字地式那輛 他都會一直 和大家一起進去 這個方向 他有機會 就直接 打左燈 切入我們這條線 甚至 沒有打燈 直接切入 也可以 這件事 就要視乎 當時那輛車 會不會做 對應的行為 切入我們那條 即是 用中間移 展示給大家看的 中間那條線 記得如果去過 那就去過 最左邊那條線 連到最左邊那條線 那像最左邊那條線 才是我們真正正正正 上考試場地 如果大家那時候 那時間有死車的話 我們也要去 平常上通過 中間 那條的線 但記住 我現在展示這張圖 這一個方向 一定先減回左邊 如果再不減 看到前面右邊是長白線 我們就不能回到市場 如果不能回到市場的結果 就失敗了 所以大家記住 一定要在禮頓山社區會堂 情況許可下一定要先減回左邊 就一直沿路直去 因為再遲些去到禮頓山 即是停車場門後才減回 都很容易失敗 現在左邊的線上 都是寫著請勿停車 如果當時前面不是綠燈 你一減進去 剛好扎正在請勿停車的位置 基本上都會失敗 在這些情況下 再看一看最左邊 是一個巴士站 都是好像之前提及過 小心巴士的屁股會不會露出來 如果露出來的話 最好等它上落後 然後再跟著巴士 就一直去 都沒辦法了 如果硬過的時候 有機會 考官觸得嚴少少的時候 就會失敗你 又不奇怪了 我們一直去最左邊的線 就是會轉上去 大家就一直直去 就可以了 在這裡按的時候 看到地上有一個慢洗的紙 你們就要小心一點 左邊的行人 如果停的時候 記得不要拆到格子 附近那裡是學校 因為左邊有一個行人公仔 即是一大一小的三角形路牌 這是一個提醒來的 我們一直上山 我們上山的時候 就記住 都一定要靠左邊的線 就不要靠右邊 如果靠右邊 你看到前面的墊咀 是指著轉右邊的 大家可能沒有留意到 那時候 打算有死車 切過去 一切就糟糕了 又到時一動車 又切不回去左邊的時候 又多了一個機會 所以 考試的時候 有一件事是 切忌心急 慢慢來 所有東西都慢慢來 這個考試的時候 是沒有限時的 最主要的就是 不要經常是否都覺得 人家是死車 除非他在這些路段的時候 就看得很清楚 他是打了死火燈 動不了的情況下 你才能做對應的行為 當所有東西都沒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都是一直直走 因為我們先靠左邊 一直直走 下山 在我們下山的時候 都要小心點 左邊的路 行人會不會突然過馬路 在我們下山的時候 就準備靠右邊 靠右邊的時候 看到地上也有黃色格子 記住自己的車 在足夠的車位的情況下 才滾到前面的代口位 就等待這個轉右轉到考試市場 大家看看位置相對性 比較窄一點 要轉上去的時候 要拿右台多一點 可以叫做不窄 以及角度適合 大家要記住 我們走這一段路的時候 因為左邊還在維修 我現在看Google圖 那時候 要小心會不會 可能地盤出入口 那些 自己要有對應的動作 這些就是我們 有時候考試都會有很多突發事情 那就是多一點去想一下突發場景 我們是可以怎樣做 就是叫做多一手準備 這樣而已 那好吧 我們不斷地 跑回到這個市場 那大家就記住 如果左邊有死車的時候 我們是會靠右邊那條線 記住那時候 自己要去做一個爬頭的動作 去爬回去 去到這個路口 那時候 轉的時候 大家一定要小心一點 就是輪廁前多一點 然後拿鈔的時候 拿進去 就回到市場的路口 記住 自己的輪廁 千萬不要窄到對面的形頭線 那些地線 如果被考官一看到的話 他真的會馬上失敗 因為我朋友也有提示到 這個位置是很容易糟糕的 那這樣大家一定要小心 那回到考試場地 那考官會給你一些指示 在哪裏停車 之後你們就記得一定要做那個 就是叫做停車動作 最後一定要停車 那我這一集就抽了其中一段 是for van考試的路段給大家看 那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怎樣去善用這個google map 去幫自己增加那個考試合格率 那這一條片就是純粹個人分享 而且也不是教大家怎樣開車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個話題的話 就記得按讚、分享和訂閱 那我再有新影片的時候 youtube就會第一時間去通知你們 那今集就到這裡為止 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